各位金门214撞传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 那么谈判破裂了 善后工作该怎么办呢 13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两岸多名记者提问 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台湾当局若想企图拖延时日蒙混过关 民进党恐怕是打错了算板 他们只有正式问题端正态度 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214恶性撞传事件善后协商才能重启 人命关天 明明是台湾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民 导致渔船翻腹人员死伤 但事发至今家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 一个真相也得不到 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 拖延问题的解决 以所谓的执法 推诿 解责 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无 无情 无义 无礼 陈兵华说 我们后续将采取什么措施 要看民进党当局 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 214恶性撞传事件 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 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民进党如果回避问题 一味拖延 大陆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 好吧 我想很多的朋友又说了 别听他放嘴炮 没有用 是吧 现在两岸都是隔空放嘴炮 没有用 那有的粉丝给我发来了 说 浩哥你跟我们说说管壁灵道歉这个事吧 管壁灵是怎么道歉的呀 我给大伙找到资料了 你们听听吧 我们的海巡署的副署长 已经在记者会公开表示过 公开道歉 我们的署长也已经在上乡与家属的 接见的过程之中 也表达了歉意 我们过去因为没有收征的这件事情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令人感到伤痛的过程 我今天也在这里再度表达歉意 我们对社会对家属 就这件事情的部分确实应该要痛加 管壁灵这叫道歉吗 他不是对这个撞死大陆渔民道歉 而是对海巡署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录像 没有证据放出来而道歉 你们听明白了吗 这种道歉大陆人民能接受吗 而台海网所谓的 说这个管壁灵道歉了 针对恶性壮传事故 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 台湾这个有些部门啊 对口的一些部门啊 什么台海网啊 什么国台湾呢 是吧 这些人这态度有的时候很奇怪呀 对吧 你们想啊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那意思就是可以拿着这个叫什么呀 叫这个统战经费 拿到永远 对吧 是吧 这个对台办 那这个指标就是要把台胞啊 招待好 一年要举行多少次宴会 我给大伙要放出过来那个资料 是吧 好吧好吧 关闭了这个道歉 你们接受了 人民接受吗 这是道歉吗 各位 这就是人道歉的真相 连黄志贤啊 台湾的一个这个评论人 他都说了 大家好 我是黄志贤 今天礼拜三 3月13日 你可以看到台湾那个气氛非常有趣啊 因为开两会嘛 关于统一有两种文字 一个文字叫做和平统一 然后另外一个文字叫祖国统一 台湾人当然很敏感啊 这个 这个 好像有和平统一 台湾 连民进党啊 国民党就沾沾至极 你看你看 和平还在 和平没有 嗯 这个 我们再看 今天国台办就讲了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对两岸同胞 和中华民族最有力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活动 当前台海形势 复杂严峻 其根源是民进党单局 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不移 推进祖国统一大义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国台办事说 绝对不会放弃武力 其实大陆长期以来的说法就是 绝不放弃武力 会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那我要跟那些装傻的人讲 和平统一你很开心对不对 那你要统一吗 就告诉我 台湾人你愿不愿意和平统一吗 现在台湾做民调要和平统一的 或者要统一的 就不到10%啊 这个这个还是高估 我跟你讲 你真正下去过 要真正要统一的 不到百分 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公开讲说要统一的 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人家台湾的都明白 你只要是和平统一 这个提法还在 就知道你大陆是纸老虎 不会打的 所以你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是吧 你统一统一个毛啊 人家黄志弦不说了吗 百分之一的人 公开讲统一的都不到 是吧 那不愿意统一 是吧 那你怎么弄啊 所以呢 连这个啊 就是海外的独龙运 都说这个李毅 李毅是个五毛头子啊 他们都骂李毅 李毅都造反了 各位 你这李毅怎么说的呀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在赖清德有进不退 你在美军都入台的情况下 你还要说和平统一国两制 那你不就亡党亡军亡国吗 你四个自信全然没有了呀 你执政党 你执政党 你军队 你政府 你国家的合法性 就荡然无存了呀 我的天哪 这帮独龙运们一片哗然呢 完了 连这个五毛头子李毅都造反了 亡党亡军亡国 这都用出来了 这不就造反了吗 是吧 所以说呀 该反思了各位 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的 各位 真的啊 现在 金门又发生了一个渔船翻覆事件 到现在黑不提白不提 到底是怎么翻呢 门说到底怎么翻呢 有人老是拿这个台湾的GDP说事 说人家台湾人当然不愿意统一了 人家台湾人拿着那个人均三万五千美元的GDP 干嘛要给你大陆统一啊 是吧 可是这个台湾的GDP是真的吗 有一大陆的美女啊 我看有粉丝给我发来材料 这个说的是非常的透彻呀 你这台湾的GDP全都是民进党造假注水弄出来的呀 你台湾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真的比大陆要好吗 不见得呀 为什么台湾地区GDP与日韩相当收入却只有日韩的一半 人民GDP高得下人工资却几十年不涨 台湾人的钱到底去哪了 熏烫注水造假 今天带你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台湾 212年这一年台湾地区的经济数据很好看 人民GDP达到了3.28万美元 已经超过了韩国的3.22万 离日本的3.3万万就差一点了 在亚洲呢也算是一流水平 但是这事啊真不能细久 往深了看就疑点重重 现在台湾地区人均月收入1705美元 对比一下天天抱怨压力大的韩国人 人家的平均月收入2984美元 是台湾的1.5倍 再看本科生的启行 台湾地区平均是985美元 韩国则超过2500美元 2.6倍了 反正很多人都抱怨过 这几十年里啊 工资水平基本上都是原地踏步 知名选者 赖月千就讲他从96年开始到大学工作 到现在呢执掌过两次工资 两次都只有3% 还有网友晒33年前的工资条 那时候啊 基本工资就3.4万新台币 搞得一大群年轻人破防啊 因为他们现在的工资啊 还达不到这水平 政府啊根本就没到过台湾 多年前就有人爆料 统计部门在算JP的时候 台商在岛外投资的工厂 也全都算了进去 其中呢就包括傅士康这样的代工去投 人家雇大陆工人用大陆供应链在大陆交税 根本没有进入到岛内的经济循环 据说啊今天台湾全部GDP中 大概有45%到55%是有台商贡献的 并不是在岛内创造 任正于扎根岛上的高端产业 只有半导体 讲的再直白点 就是台积电 半导体等精密电子设备 已经占到岛内制造业产值55% 这两年芯片荒台积电收入暴增 所以台湾地区人均GDP才赶日超寒 搞笑的是啊 造芯片的钱也跟台湾没啥关系 芯片的设计专利呢属于甲方爸爸 而台积电的大股东也是美国资本 他们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这笔财富同样不进入岛内经济循环 而台湾地区为了留住台积电 给了税收优惠 半导体行业的有效税率只有10.3% 看似有句款实际都是握不住的啥 GDP能注水啊 税收呢却不会撒谎 台湾地区税收顶占GDP的8.9% 相比于日本韩国的30% 可以说是病态了 富士康的税呢轮不到他收 台积电的税呢他不敢收 老百姓手里没钱 更没法从消费里收 能不病态吗 这就是真实的台湾 表面上啊经济腾飞 居民收入却长期冰冻 潮水退去的时候 就知道谁在裸泳了 那这个美女说的 说日本和韩国的GDP是真实的 可是呢 大伙最近知道了吧 韩国从中国背大米到韩国倒卖去 都挣钱 韩国人不敢放开了吃蔬菜 吃水果 对吧 日常的这个饮食里边 连肉都很少 都是一叠子腌白菜呀 一叠子辣白菜呀 是吧 日本也是 前两条不给大伙说了吗 日本啊 平常的这个生活中 你看看 他吃的那玩意儿 你有这个中国的居民 这个买这个蔬菜呀 水果呀 逮吃逮喝的这种自由吗 他们的GDP到底去哪里了啊 是吧 各位 台湾真的是造假 这GDP造假 生活水平还真没人家大陆 这个生活水平高有时候 对吗 所以干脆 那些不愿意这个统一的那些人 你们自己到大陆去旅游旅游 享受享受这个这个水果呀 蔬菜呀 这种这个吃的自由 你们可能就改变了啊 这种看法了吧 对吧 点个订阅吧 下集再聊